字幕提供凌晨荣 大家是多麼深愛香港這個國家 香港這個國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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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喂!Hello Hello! 大家好, 今天是2022年11月4日 哇,B-52都出了,当然了,就是表示这个登登登登,捍卫台海的决心了,但是能不能够叫做后发制人呢? 似乎作用就有限的,阻撼呢,那个效用,就是那些叫什么,有姿势就没有实际,不好意思啊,为什么呢? 因为信息万变,你如果不能够先发制人的时候,其实美国是应该订立先发制人的政策的,否则,人家出周制,你在见到的时候,就是热源感应啊,各样啊,跟着才出招,那已经太迟了,到时整个美国,就是人家是精武门传人来的嘛,不留守啊,掌门人,一出击的时候,你有没有看啊,以前红花会那些啊, 就是所有的满天花与暗气全部出了来的啦,有多少支就射多少支,而你到时,啊,才出架B-52,由澳洲那里起飞哦,所以我不看好这件事的,不过既然,它摆得下来的时候,啊,我们巡礼都要讲一下的,那B-52其实呢,就有很久的历史的了,你要知道有几只的,一款呢,就是战斗的飞机,这种呢,啊,就负责是去, 轰击那些,轰击那些,设施的飞机来的,那目前,经过几代之后呢,它就换了一些Lose Lose的引擎,和雷神系统,啊,的那个雷达,我们经常说天空之城啦,这届真是天空之城啦,那不过呢,这个就是等同, YES MINISTER 士的手上里面,YES PRIME MINISTER 那一套是,讲到的,怎样防范这个俄老,真是这样讲的,那时候,万一,啊,俄老已经发射了的时候,应该怎样处理,在YES MINISTER 里面呢,是有充足的讨论,那到时,国家就已经灭亡了的了,啊,他都这样讲了的, 那当然啦,玩了这些的话,就即时的啦,你只能够反击,报复,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做,那但是通常呢,就是用核潜的,啊,就在海里面你找不到嘛,虽然,以B52那个移动能力,啊,基本上对方都是捉不到他的,那所以,到期时呢,就是一个末日大军击,就是那些咯,北京,上海,台山,大亚湾,啊,那些地方,啊,都会完全摧毁,那但是其实, 这样已经太迟的了,我建议美国今天就按制,那按制的时候就是那几个地方,那其他那些蛋坑领是不需要理会的,那但是以登登登登登,啊,那些那么耐弱的性格呢,啊,似乎,就是,都一定是,等这个华盛顿吃几粒东西的时候,他才会按制的了,那没有的,以我身作囤嘛,而B52最厉害的一样东西就是呢,他能够附在一些,啊,你打算备在这个碉堡里面, 他就连你的碉堡,啊,都丢了上天空的,就是他是有穿甲蛋的,而所有的外媒,都一致这样评论,啊,认为今次的举动,啊,给这个中国知道呢,是对中国最后的警告,啊, 那B52呢,他是可攜带不同当量的这个核仔,啊,用来蘑菇化了那个国家的,万一真是有战局出现的时候呢,你不知道的嘛,猪头杂可能真的呢,你够不够胆写包单先,啊,我其实够胆的,我那个人基本上都是靠客的而已,以武就逼捅, 那但是你只要不需要,啊,你会他的时候,由得他在这里吠,啊,那问题自然就会解决的了,那当然你都要做足防范的措施啦,如果你有看过珍珠港的时候呢,那套戏,啊,那大家就知道罗斯福总统,啊,又是民主党的,啊,当时,啊,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呢, 就派了这个中途倒作战群,即时反击,就因为过一次反击,啊,啊,才令到局势稳定下来,然后,由太平洋群岛那里慢慢呢,啊,啊,就迅流异想,摸到去这个硫黄岛,到最后,啊,就为了去吃两粒,啊,一粒就港岛,一粒就长期,这样做是非常不公平的,就是日本仔又吃了两粒,啊,但是为什么,啊,正是扔日本仔,啊,又没有扔到这个北京上海呢, 在1960年时候,其实韩国那件事你就应该扔了,那我们来看一下,美国的国防部顾问是怎么说的,美国国防部顾问,他就说到了,中国来换住一个叫做巅峰强权症后群,就是我刚才说的珍珠港了,啊,他说到有机会珍珠港是会重演一次,但是我们学历史的人就知道,历史是不会简单的重复的,所以有机会不是喂食两粒,啊,可能是 五粒六粒,因为今时今日中国的国力呢,比当日的日本,有过之而无不及,而弹坑来说,啊,也都是比日本来说呢,可能多几个发射的基地,如果要完全摧毁,啊,完全将中国解架的时候呢,你是需要将它所有啊,啊,是所有啊,那些基地,全数脱离,这个是一个手术式的处理来的,也就是为什么美国,除了这单B52之外,也都将中国 所有基地,就公布出来,而这件事可以见到的就是呢,美国是严重地警告这个猪头杂,但是你说,这样做是是人以弱啊,还是人以强啊,那在乎他公布的那些料,实正啊,还是不实正啊,有机会猪头杂,有几样东西的,第一样东西,一定要他去压制的吗,不一定的嘛,可能普京和他连成一线呢,中国有事的时候,就俄老压制,俄国有事的时候,就俄老压制,俄国有事的时候,就俄老压制, 那你美国防得谁呢,东西二线,啊,如何防范呢,所以美国如果不先发制人,摧毁这两个国家的时候,邪恶的俗心的时候啊,那是有机会,啊,你部署B52就只不过呢,是为了自己,末日之后啊,啊,进行一次叫做大报复的意思而已,就等同 YES PRIME MINISTER 里面的情节啦,玩三叉激点啊,现在,那美国国防部顾问,是认为成长遇了,咨询,而且焦虑并存的中国呢,啊,变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国家,有机会在未来十几年里面动武的,就有机会呢,演变成好像珍珠港一样的闪电特责,他认为,猪头杂,现在的中国啊,是有这个颠峰强权症候群,也就是挖起中的强角啦, 面对未来有可能的衰落,啊,就会感到焦虑,因为朕的江山啊嘛,那个江山竟然不够人家的江山那么漂亮啦,那就发疯啦,但是如果再说清楚一点就是呢,1989年之后啊,你发现中国共产党啊,就只不过是各人民韭菜的一个垃圾政权,而这个政权要维持自己的合法性呢,他就只能够,啊,找上一个怨灵,啊,那个怨灵就叫做民族主义,而用这个民族主义, Nationalism,也就是20世纪初的产物,就令到自己,啊,连同俄罗斯的大帝国主义,一起东西侵略啊,以及互相资助,互相扶持啦,而他也预言,啊,你小心啊,啊,这些国防专家呢,那些预言呢,不是说玩的,他就说到了,就是1940年代德国元首那只咯,闪电战咯,中国一旦动手,啊,就会是高强度和高速度,就是我说那些咯, 咯,满天花雨咯,千手观音咯,如果一旦使用武力的时候呢,那这个国防顾问讲的,猪头杂就会由乌国那里,啊,吸收教训,就是在战事的初期,啊,一定要大规模,高强度,速度快,就是可能到时你会见到,麦如浩,张如浩洗光去,啊,还有大量的渔船,民用军用杰杂,以及大量的竹兴部队,啊,再加上狂军濶炸,啊,就令到台北即时解革,这里国防顾问就认为了, 啊,中国是会即时瘫痪台湾,啊,和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那个军力,撤断台湾的保级线,你美国和民国,啊,没办法,好像,门助乌国一样,这样,门助台湾,啊,首战即中战,啊,也就是要极速,这样去解决这件事情,而日本当日的珍珠岛,啊,sorry,我将珍宝岛和珍珠岛撈乱了,珍珠岛,日本当日的珍珠岛事件,呢,三本五十六都是想着这样的,就是即时在珍珠岛那里, 将美国的航空群组,啊,完全射甲归田,那然后,日本就好像侵略大东北一样,连同陆军的势力,在美国那里登陆,极速以美国的工业实力,啊,就拓展去的太平洋东线,有个这样的大战略,那当然啦,之后三本五十六,就极速被美国KO了的,面对着中国可能的冒进,呢,国防顾问就认为了,美国和台湾是需要合作,提升和民国, 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,其他的事情不要想,一美发展经济先,令到台湾壮大起来,一旦危机发生的时候,啊,至少可以短期内,抵挡着中国的经济制裁,同时就有能力,透过这个反制裁,吓了这个中国,啊,就和民国打造更强健的经济连结,简单说就是,Decoupling China,这个才是一股强大的力量, 也所以,为什么那些金粉饼啊,竟然敢走过来开会的时候,也都是协助这个极权的其中一种表现,是应该判以叛国罪的,不过不要说他们先,这些西方国家要自己去清理门户啦,要说的就是,其实香港一样的咯,大家你见到呢,不停这样有一些,党委啊,他派下来那些人啊,不停蚕食香港的资源, 直到某一点的时候,啊,他就想着用这种这样的白矮战略,啊,将整个香港铸食了,而的而且是成功了的,香港已经被他搞到烂融融的了,而台湾他都想着用同一样的方式,但是行不行呢,是不行的,因为台湾他自己本身啊,有那个自主权,他无论军事也好,政治也好,外交也好,他都有他自己的政治那个能量的,是足以可以进行一些反间谍的活动, 而Richard不单止台湾啦,荷兰,英国,美国等地啊,他们也都需要将共产党,啊,派下来的那些白矮全数诛灭,而目前呢,大家见到了,就是由荷兰,啊,打响第一炮,就要将中国的,珠爱国那些叫做,东安分局,啊,全数剥离,国防顾问也讲到了,全世界呢,啊,如果越多的盟友,那北京冒进的机率就越低,而目前,有哪个盟友是不听话的,啊, 啊,他对世界来说呢,可以说是世界里面的贼来的,那个就是德国啦,啊,那个蕭乙之日,啊,走过去中国那里谈生意,那当然啦,我们就不要,就是只是帮他一个,事实商,啊,那些商家佬走过去那个金融峰会里面,啊,就是人家喂屎他们都吃的时候,那其实西方国家除了, 啊,譴责他们之外呢,啊,是值得嘲笑这些这样的人,他们这帮人完全都是,商业来说是不合格的,为什么啊,对于一个没有credibility的城市,一个没有credibility的国家,就是可信道啊,啊,竟然都会走过去的,不懂得评估中国的风险的,那这堆人呢,公司都应该炒掉了他们啦, 啊,CO来的哦,CO不是再请过咯,CO要对股东负责的嘛,所以,你见到,啊,这些企业的时候呢,你第一时间,啊,就应该买走他们的股票,有那么多东西投资不好,要投资他们,是不是?而中国目前仍然是有词无孔,啊,就因为他有一个最大的有钱佬帮他嘛,那个就是Elon Musk啦,人家上海那里的电子车生意,啊,占全球来说,那个市占了多大啊,也所以你见到咯,今时今日,Elon Musk,啊, 啊,凭借着自己Twitter,啊,那个平台,不停在那里做着颠覆工作,美国政府其实是应该,啊,将他救责才是的,那不知几时动手啦,就是这样,啊,好,今天讲到这里,